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我们有一句话说 聪明反背聪明物 他就不愿意学习 就因此变得很骄傲 让自己反而变得越来越笨 所以我们永远记住 做人不要太聪明 当糊涂的时候 要去糊涂 如果一个人聪明的过头 做任何事情 老喜欢耍一个小聪明 他不但不会让你得到聪明的好结果 反而会得到更不好的苦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聪明反背聪明物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让我们在学习中 学习更高的品德修养 也可以让我们增长才干 也可以让我们适应社会所有发展的要求 所以永远记住 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 学习是唯一成才的阶梯 那学习更是为了来适应不断变革 学习的世界 在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